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间又到了立秋的季节,立秋之后体温会有一点下降,但这个时候依然是我们身体形成代谢速度比较快低季节,而且随着季节的变化,我们的身体也会处于一个抵抗力比较低的时候。 所以在这段时期一定要注重保养,虽然已经是立秋了,但依然是一个排出体内毒素垃圾的好时节,因为这个时节将体内的垃圾毒素排干净,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来迎接冬天的到来。 一般情况下来说,当身体出现这三个症状时,就证明你该好好排毒了,你中招了吗? 立秋后,身体若有这三大症状,可能是体内毒素过多,需要排毒了。 一舌头会暗,生活中有一些人的舌头上特别容易长肺痒,舌头肺痒是口腔肺痒的一种,每次吃饭或者是说话的时候都会很疼, 从中一上讲,舌头和我们的心脏关系都密切,所以说当舌头出现溃疮的时候,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缺乏维生素,或者是口腔疾病引起的。 但是立秋之后如果舌头出现溃烂,那很可能是因为心脏由内或导致的。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舌头有溃烂的情况,那么说明身体有毒素,该好好的排毒了。 二皮肤暗沉,大美之心人皆有之,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年轻有光泽。 但是生活中有一些女性皮肤暗沉,即使用再好的化妆品也掩盖不了,而且化妆品质标不质本。 其实皮肤问题,可能和我们的肝脏解毒有关系。 在我们的肝脏解毒能力下降的时候,体内的垃圾和毒素就会大量的堆积,没有办法及时排出体外,就会堆积在皮肤的表面。 所以就会使我们的皮肤发生暗沉的问题。 所以说力秋之后,如果你的皮肤经常的长斑,长粉刺,而且非常的暗沉,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注意了。 说明体内毒素比较多,要排毒了。 三便秘,生活中很多人都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,力秋之后如果还经常发生便秘,还可能是因为肠道里的毒素垃圾堆积过多导致的。 如果肠道里的垃圾过多,必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,而且还会使得我们肠道的蠕动功能变慢。 如果日常生活中不注意调理,长词以往,可能会导致毒素越积越多,便秘越来越重。 而且便秘有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,就是会经常的放的剂是很臭的。 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,那就该考虑个身体排毒了。 以上三种看起来比较平常的症状,其实就是身体毒素多。 而给你的一些幸好,如果你权重,那么就需要好好排毒了。 当身体内毒素排出时,才能够更有益于身体健康。 想要知道更多的健康小妙招,也别忘了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